哈囉 今天你好嗎 我是佐藤 你是不是常常聽到 酒精 吃力酸辣 吃力酸水 不過 他們到底哪裡不一樣呢 今天讓我一次完整的告訴你 先讓我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你知道什麼叫做消毒 什麼叫殺菌 什麼叫抗菌嗎 首先先談談消毒 消毒聽起來是不是感覺像消失病毒 但事實上呢 消毒它主要是透過物理或化學的方式 來消滅特定病原性的微生物 但是它並沒有殺死所有的微生物 那殺菌呢 聽起來是不是殺死病菌 它同樣也是透過物理或化學的方式 來消滅微生物 像是一些牙包 黴菌 或病毒等等的 以達到無菌 再來下一個是抗菌 抗菌聽起來好像是對抗病菌 像是你去買一些清潔用品 它的包裝上面都會標榜自己有抗菌成分 不過 到底什麼是抗菌 指的就是 使用完這樣的產品之後 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 以上就是這三個名詞簡單的解釋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為什麼酒精 次氯酸鈉 次氯酸水 可以用來消毒呢 那我們先來談酒精 你有想過嗎 酒精在濃度多少的時候消毒效果最好呢 當你去買酒精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有95%的酒精跟75%的酒精 那當你沒有概念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或許數字大一點 是不是消毒效果比較好 不過答案是錯的 那我先來介紹95%的酒精 95%的酒精它雖然濃度高 但是它只能凝固微生物外圍的蛋白質 它無法穿透到內層去 所以它的消毒和殺菌效果反而不好 75%的酒精它反而比較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它同時兼具了凝固和穿透微生物蛋白質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使它的活性下降 達到消滅的效果 你可能會問我 可是我家只有95%的酒精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讓我來教你 首先先準備好你95%的酒精一罐 再來是白開水或者是遮六水一罐 接著拿出一個涼杯 倒出酒精79cc 再倒21cc的蒸餾水或者是開水 接著把倒出來的酒精和開水混合在一起 然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因為你已經調製好了75%的酒精了 那75%的酒精可以做小面積的擦拭 像是家裡的門拔 電源的開關 鍵盤 滑鼠等等的 但是你知道當酒精擦上去之後 需要等多久才代表已經消毒完成嗎 答案是你必須要等20-30秒之後 消毒才完成喔 有時候在不方便用肥皂洗手的地方 即使你也可以用酒精來做乾洗手 你就把你的酒精拿出來 然後噴在手上 這樣就消毒完成了 答案錯 這樣還沒有消毒完成 在噴完酒精之後記得用雙手搓了喔 然後呢要多久呢 答案要20-30秒 這樣才達到它的消毒效果喔 雖然使用酒精噴在手上做乾洗手 很方便 但是不建議過度使用 因為過度使用呢 也有可能引發接觸皮膚炎的可能 還有啊在用酒精消毒的時候 有幾個地方千萬不要噴 像是你的眼睛鼻子還有嘴巴 這些地方可是萬萬不可啊 接下來來跟大家介紹 漂白水 有些人又叫它赤氯酸鈉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耶 先來跟大家談談 漂白水為什麼這麼厲害 可以用來洗衣服 又可以用來消毒 它裡面究竟放了什麼神奇的東西呢 漂白水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赤氯酸鈉 我沒有騙你不相信回家趕快把漂白水拿出來 看一下包裝上面的說明 像這裡它就有提到它主要成分就是赤氯酸鈉漂白劑 讓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赤氯酸鈉到底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赤氯酸鈉很強喔很厲害喔 其實它是一種具有很強氧化能力的化學物質 它溶解在水裡面之後 可以分解成鈉離子跟赤氯酸跟離子 這個時候這個赤氯酸跟離子啊 就會偷偷地把它去跟水做朋友 讓水的PH值變得更簡 這個時候它就形成了赤氯酸 在研究中也發現啊 這個赤氯酸呢 它的殺菌速度呢 可是比赤氯酸鈉還要來得快 所以呢 它被視為是提供殺菌和消毒的物質 它可以用來大面積的環境消毒 或者是擦拭日常物品 像是擦地板 擦桌椅 擦水龍頭 或者是擦小朋友的玩具等等的 不過在擦拭之前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做 什麼事情呢 記得把口罩和手套戴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屬於強檢 所以它對於呼吸道還有皮膚的接觸呢 也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還有啊 不是擦拭完就好囉 你必須要等5到10分鐘才有效果 因為它是透過強檢度來氧化微生物的蛋白質 然後當5到10分鐘到了之後呢 即使你可以再用清水來沖洗 或者是用抹布再擦拭過 剛剛所清潔過的區域 還有啊 不管是漂白水 或者是稀釋過的漂白水 它的pH值啊 都是屬於強檢 所以啊 它對眼睛 鼻子 還有嘴巴 都有一定的刺激性 千萬 不要把它拿來當乾洗手使用 嗯 湯喔 那你知道漂白水 要怎麼稀釋嗎 讓我來教你 原則上呢 是1份的漂白水 加上99份的冷水來稀釋 舉例來說 如果你有10CC的漂白水 那你就需要準備1公升的水來做稀釋 不過呢 在使用漂白水之前 我還是建議大家 先閱讀漂白水瓶身上面的產品資訊 像在這裡 它告訴我 如果我要做廚房的消毒 那我就是要準備2公升的清水 再加上20CC的漂白水來做稀釋 閱讀清楚產品資訊 才不會使用錯誤的方法喔 還有啊 我有一個社群媽媽 國王太太 她超可愛 她跟我說 為了要讓消毒效果 更啊 把細菌通通殺光光 所以她決定用熱水來稀釋 千萬不可以啊 為什麼呢 因為刺濾酸鈉呢 在高溫的情況之下呢 有機會產生 第二級B類的致癌物 叫做濾紡 什麼是第二級B類致癌物啊 讓我來告訴你 所有的第二級B類致癌物 指的就是對人體致癌的可能性較低的物質 或者是混合物 像是柴油 或者是汽車引擎的廢氣等等的 所以啊 在使用上一定要特別小心 下一個跟大家介紹 刺濾酸水 刺濾酸水最主要的作用方法 是透過水減形成刺濾酸 那這個刺濾酸呢 會來進一步的分解成新生太陽 那這個新生太陽呢 很厲害喔 它可是具有極強的氧化性 所以呢 它可以使微生物上面的蛋白質變性 進一步消滅它 它可以用來擦拭日常物品 但是 你知道需要等多久 才代表已經消毒完成嗎 答案是 你必須要等20到30秒之後 消毒才完成喔 在不方便用肥皂洗手的地方 可以使用刺濾酸水 噴在手上來做乾洗手 不過 它到底要搓揉多久啊 答案是20到30秒 那大家有注意到一個地方嗎 刺濾酸水它用的是 不透光的瓶子來裝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細血鬼一樣 怕太陽 太陽裡面有紫外線 會害裡面的氯作用 會導致裡面的濃度 逐漸衰退 所以一定要小心存放喔 最後 讓我來幫大家回顧一下 如果使用漂白水 來擦拭日常物品的話 記得 口罩 和手套 一定要戴起來 假如在外面 真的沒辦法用肥皂洗手的時候 才使用酒精 或者是刺濾酸水 來做乾洗手 不過 清潔雙手 最好的方法 還是使用肥皂 徹底的搓揉 把雙手的髒污 徹底的去除 這才是洗手 最好的方法 除了勤洗手以外 記得 每次不要把你的手 拿來摸眼睛 鼻子 和嘴巴喔 以上分享給你 我的影片快突破100次囉 歡迎把影片看好看滿看到好 也歡迎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下次見 掰掰